字幕作為李宗盛 Hello, Umami 味噌 今天做的就是胡椒鹽香蝦 材料很簡單,有新鮮的蝦 胡椒、香葉、鹽和檸檬 不過最重要是有一個爛鍋或爛鍋 大家可能很奇怪 因為今天做的就是類似鹽焗雞的做法 如果炒完鹽之後 其實鍋或鍋都不用了 所以我們反過來想 如果家裏有爛鍋或爛鍋 就可以用來做這個菜 做法很簡單 首先加些鹽在鍋裡 然後加上胡椒 你可能會問我究竟要加多少鹽 其實只是視乎你的鍋的大小 簡單來說就是鋪夠的表面就可以了 然後加上香葉之後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當然要加熱 記住,第一層煙要放進去 記得,如果你想你的蝦好吃 有煙燻效果 鹽就要炒到黃黃色 那個胡椒焦了也不要緊 因為這樣才入味 放好蝦之後,又蓋上蓋子 這個菜非常簡單 其實它一有煙 就代表它那邊已經熟了 好,我們打開蓋子之後 反轉它 再蓋上蓋子就可以了 第二次開蓋子之後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上碟 現在可以慢慢擺盤了 其實這個菜比更容易更容易 我應該叫做BB班的菜 但是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派對 很多人的時候 做這個菜又野味又香 同時間又很快 大家可以吃到 我知道的 你們一定會說 白卓還不可以 更方便 是的 但是如果你派對的時候 三個菜都是白卓 味道就會太相近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鹽香的 是非常之惹味的 上菜的時間 我們只需要切檸檬 把檸檬汁擠到蝦裡 這樣已經完成了 我建議大家可以喝 紐西蘭的Shark Yum Bond 因為這個果香 是會有石樓的味道的 帶了味道 到蝦裡 就非常之適合了 哇!這麼容易又下糖了 味道的味道 大家記得訂閱和訂閱 還有記得轉介給你的朋友 以及隨緣樂座 資料在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見